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新竹宝山在22号 有一辆遭到警方拦查拒检冲撞警察的失窃车辆 开车嫌犯已经被逮捕了 当时他加速逃逸还一度弃车 关闭了手机躲避查器 新竹警方调约近百只的监视器 在一天时间之内迅速在高雄成功的将嫌犯逮捕归案 警方调查发现嫌犯有诈欺侵占 还有窃盗毁损等四条通气在身 不愿入监服刑才会冲撞警察 如今却是最佳一等将被移送地检署侦办